这种一厅难以自信的航班延伍理由 是东京成田机场部分乘客的亲身经历 机场今年已经先后四次发现有乌龟闯入 延伍是小,航空安全是大 万一有外壳坚硬的乌龟被捐入飞机引擎 可能比起飞的时候遇上了击更加危险 9月5厂跑道的它是一只30厘米长2公斤重的彩龟 是常见的宠物龟,亦都属于繁殖力强的外来物种 成田机场的跑道安全负责人估计 这些不速之客可能来自跑道旁边的雨水池 日本放送协会实地视察之后发现 有大量彩龟棲息在池里面 估计数量近期有所增长 而水池和跑道之间是没有围难 这个面积大约10公斤 大约3米深的水池 早在成田机场落城之前已经存在 机场承认之前没有调查过池里面的生物 不清楚这些乌龟的生态 还有它们是如何闯入跑道 会检讨防范措施 有航空评论员指出 如果跑道入侵事故发生在夜晚 机市将会更加难察觉 呼吁机场尽快制定对策防范意外 有线电视记者鹿指程互 length of the world 有线电视记者鹿指程湖到 谢谢大家